国内疫情烧到了演艺圈 新北市卫生局证实 二十五号新增的确诊个案案 一八五一八 也就是确诊房中的客户 因为去看房子接触染疫的个案 那么疫调发现了 他确诊之前曾经去参加精品 所举办的男装店的活动 那么通常都是非常大咖的男星 包括艺人陈柏林 刘冠婷 林柏宏林哲熙 范绍勋等人 那么还有包括华丹初上的男星 张宣睿 张广成等人都有出席这个活动 那么根据了解 案一八五一八 身份是一名时尚杂志的编辑 那么主任单位表示 下午接到卫生局的电话 所有的时段 包括一百五十多个人 可能都会进行造册 那么目前正在通知与会的来宾 先进行家用快塞 那么晚间包括陈柏林 林柏宏还有林哲熙等人 已经曝光了他们快塞的结果 所幸目前都是阴性 不过当天活动初估 在活动现场进出的人数 有超过一千多人 后续引发的风暴 可能叫人家比较担忧 而台北101呢 也就是活动举办的现场 也宣布在明天 也就是二十六号的时候 会暂停营业一天 开车的转据 我们下车的转据